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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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投影片我想 我會稍微做點整理 然後我會提供給大家 因為裡面其實我做了一些連結 那這個連結可能 大家會後再仔細的去看 可能會更清楚一些這樣子 但是因為有一些細節 現在可能還不方便提供給大家 所以我們就看過就好了 那我稍微講一下說 為什麼會接下這個演講 那今天我其實最重要的 想要跟大家談到一些事情 就是說有一些事情其實 是化學系應該要更多去努力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事實上化學系是不是可以集思廣益 來想想看說 有一些結構性上面的一個問題 我按錯了 結構性上面的問題 我們大家可以一同努力 那我今天其實要來談談 東華大學在4月3號 我們發生一個大地震 然後之後就火災 火災完以後那個結局 就是我們燒掉了一整個吸管 然後這一個這件事情呢 到底凸顯了什麼樣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在這當中呢 當東華大學的老師們在反思以後呢 我們想到了幾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大概會稍微的跟大家想一下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這當中大概有什麼原因 那最重要的其實呢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這件事情有很多法規層面 但是呢 也許化學人很少去談到法規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能看得懂法規的每個字 可是你不知道法規是要這樣讀的 所以在我們每一次被要求說 你要交這個表 我們都覺得我們都乖乖交了 可是這當中是不是有一些漏洞的問題 那我等一下會用法規面給大家看說 事實上關於化學安全這個法 其實規定的大概後面有經濟部 衛生部 還有插到什麼部 勞動部還有環境部 然後還有整個的是教育部 我把所有的法規綜合起來 那你就會發現這幾個法規 這幾個人層面的法規 其實彼此互相矛盾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有辦法讓我們 去做點省思或是從化學系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個是我其實滿想跟大家談的 所以在這當中其實有一些 我想到的安全素養 就會說我們要培養一個化學人才 有很好的化學專業是很重要的 可是他們終身安全這件事情 是不是一個化學人才 他必須 我們要必須傳承給他的 這個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我想要講到的是 系統跟結構的問題 那當然這一次 因為我們現在在建管 我們對於過去的那個管 也做了一個review 那當然我覺得在建管上面 我想也有一些東西 可以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最後我想說其實這是 就是我今天其實是一個很open的一個結論 那我很期待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集思廣益 這是我今天我覺得我來的最重要的目的 那所以我等一下會看一下 讓大家看到一個慘狀 那這邊其實有東華的校友 那我希望不會 所以我們不是希望用一個很傷痛的一個概念 去思考這個問題 而是我希望說大家其實可以看到說 這個當中也許化學人應該要站出來 應該要稍微去思考 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這邊大概就不跟大家 給大家有這樣的交流了 那但是我想要請同 請大家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說 每一校的環安的規定 每一校其實都不太一樣 因為我私底下調查過 就是說你們學校有沒有做這個調查 做這個調查 做這個調查 那我就發現每一個學校 其實不太不太一樣 那有些 那最重要的是 我想你們可以回去檢驗一下 其實在113年6月 教育部其實有來海 那你們會想想看 在你們學校的113年6月之前 你們調查哪些事情 毒化物一定會調查 那你們有沒有調查進水性藥瓶 有沒有調查鋼瓶等等的這些東西 可以想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也許可以稍微想看說 是不是應該要建議各個學校的環安 應該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先從化學系到底 那一天發生什麼事情來講 我們其實呢 因為房間有很多的報導 那我就從這個 我現場看到的情況跟大家講 事實上我們8點強陣以後呢 所有的老師呢 其實都 都去到 就趕快跑到實驗室去看有沒有問題 所以有些老師其實是進到這個實驗室來的 那後來呢 在8點也許10分還是幾分的時候呢 物理系先有火警出現了 所以在整個 這個叫做整個是理工大樓 理工儀館 那我們這邊是化學系 那物理系沒有拍到 那是在我們的對面 是物理系 那物理系就明火出現了 那所以整個理工儀館就被圍起來 那所以老師們都 這是8點剛開始的時候 你看外面都沒有圍 然後後來呢 這一個物理系其實是 先燒 先有明火出現 所以我們就被撤退了 那完了以後 那大概差不多到 8點半左右 8點半左右 我們有一間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應該是 做儀器還是做理論的老師的實驗室 它裡面是沒有藥品的 那就開始有白鹽出現 所以這一段時間到 8點多以後呢 就是理工儀館是進行進入的 好 那 所以呢 這個大概是8點 9點 10點的狀態 就是整個的化學管 大概就是 你可以看到是在這一間 大概就是有兩間 大概就是冒白煙和灰煙的狀況 那再來呢 就是在這一段時間 所有的人都在外面stand by 好 然後呢 那個消防隊其實是一直找不到起貨點 那這中間其實他們有一直 不斷的在跟我們問幾件事情 他問的也是 也是這兩件事情 就是你們的毒化物 好 那你們有進水性藥品 好 他就問了這些 那當然毒化物的話 環保組有提供 那進水性藥品 因為我們是只有鐵標籤嗎 然後這個list在這個環保組其實是沒有 所以我等於是每個老師就提供我們的 建水性藥品給他 那消防隊問的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們有沒有建水性物品 好 然後是什麼 你放哪裡 是多還是少 那我們每個人就提供這樣子 那我要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多還是少 那我要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多還是少 這是有一個小小的一個有趣的地方 好 那所以呢 嗯 在因為我們提供的這個進水性物品 其實不算少 以化學系的角度來講不算少 幾乎每個老師都會有 所以這一個消防局呢 他們就有一點點的擔心 所以他們呢 就採取了所謂的防範性救護 好 那我等一下會讓大家看 那因為當時其實是沒有乾氛化學消防車 所以他們就採取防範性救護 那這一件事情一直維持到1點 那一直到1點05分的時候 就有明火出現了 那這個明火是為什麼呢 是原來中間這一個 那其實是因為我們的輕鋼架是連通的 好 所以他就燒燒燒燒到這個地方來 燒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有機實驗 有儲存有機的東西 那這個地方就有一個明火出現了 那一旦燒到這個有機實驗室以後呢 就30分鐘之內 就是30分鐘以後 4樓呢就燒起來了 那我特別記錄這個時間喔 因為這一頓是 我的實驗室燒起來的時間 就是下午1點23分 我親眼看見他的明火被點燃喔 就是這一個實驗室看到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把他拍起來 好然後到1點37分 跟所有4樓都燒起來了 那燒完以後呢 本來以為燒掉4樓就算了 結果沒想到 繼續往下燒 那燒到3樓 那燒到3樓的話 因為裡面是最多進水性物品的 所以他就 最多有機物品的 最多藥品 我本來就是所有會燒起來的 大概很多3樓是有的 所以3樓被燒得很嚴重 那接下來呢 就燃燒從火事事實 是從4樓燒到3樓燒到2樓 然後最後燒到1樓這樣子喔 就是總共燒了22個小時 那所以最後就是一棟都毀了喔 那我們 我們有一些老師很好笑喔 就是我們建立一個相簿 叫做殘殘殘相簿 然後我從殘殘殘相簿 然後從殘殘相簿再撈出來 這是我們後來實驗室的最後情況 大概就是變成這樣子喔 那就整個一棟 大概就是現在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子喔 那最後火掉的結果是什麼 火掉的結果呢 其實是為什麼會是從這個 這個做儀器還有做這個計算的老師 起來呢 是因為他們可能他們判斷是老修電線 引起的電線走火 那但是他們也講了一件很玄的事情喔 是後來我們一直在就是回覆的 就是說他們無法排除化學品翻覆的可能性 因為化學品翻覆 所以怎麼樣mix 然後就有火 這個好像是剛開始的時候 有過這樣的新聞的樣子喔 那為什麼會有做這樣子的一個推敲 是因為呢 在救火的當下有一些櫃子是倒下 所以他沒有辦法開門 所以你剛剛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玻璃是被打破的 所以那是就那個消防隊他 他繞過前面喔 他從那個陽台那邊打破那個窗子 試圖救火 把這個門打 那個把門窗打破的這樣子 那這個事情呢 我們其實不是很認同啦 所以化學系這邊其實就做了一些回覆啊 就是說 從早上五個小時都燒白煙的情況 白煙其實他燃消物帶就是水氣 他一定沒有 他應該沒有碳碳電斷掉嘛 如果碳電斷掉的話 他大概就是所謂有碳的這個 黑色的粒子會出現 才會出現黑煙嘛 那所以早上五個小時 其實我們這樣照片放出來 幾乎都是灰白煙喔 那如果說真的是化學品翻覆的時候 他應該不會燒這麼久喔 那如果是化學系化學火災的話 那應該是像下午一樣 30分鐘之內一動就燒掉了 所以這個是化學系這方面呢 其實一直在提出的 就是說我們不認為可能會有化學品翻覆 這樣子一個那個 那所以在這過程裡面其實很多老師呢 其實大概系上的老師那個大概就是有一些 裡面會有幾個聲音啦 那這幾個聲音呢 對我來講現在聽到的大概就會是 其實是我們需要去檢討的 第一個就是為什麼花蓮沒有乾本化學消防車 那這個當然我們也跟這個消防局建議了 那不過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準備了一些新聞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真正可能現在在做消防的時候呢 大概情況會是什麼 那再來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化學系老師就覺得 進水性藥品完全都不就這樣是對的嗎 那剛剛我講說其實消防局問的是多還是少 可是化學人的多可能100克叫很多 可是消防局因為他們常去叫救那個什麼工廠 可能是100公斤叫做多 對嗎 所以其實它會產生的 你會產生的氫氣 進水性藥品可能會產生氫氣 你會產生氫氣的末素就不一樣 能量當然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有些老師就會在講這件事情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今天其實很主要想跟大家探討的 進水性藥品的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是化學人應該要稍微想一想的 那當然再來就是火勢位是從四樓蔓延到三樓到二樓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結構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就是說在如果貴系有這個建築的考量的時候 應該要特別想一想你們的風管跟這個青鋼架應該要怎麼樣去設計 好那剛剛其實就提到說在化學系的老師如果你是 我想大家都會跟我一樣 同樣這三個問題應該是大家的同樣的痛苦對不對 就是我們親眼看著一個戲這樣燒這樣子 所以第一件事情很多人問消防局有沒有失職 好其實他們我不敢說沒有 可是事實上你看這個有一個叫做內政部制定的這個強救指導原則 他有一件事情是說其實他的SOP當中 他有講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沒有人命考量的時候 如果你是沒有辦法去救助的話 你如果沒有這個就是說 就是如果你是不太確定你是不是會控制這個火勢的 你可以不執行危險性救災行動 可以不執行 小老鼠也很有興趣 就是可以不執行危險性救災行動 好那什麼是危險性救災 其實這邊我這邊其實有做一個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在他的附註當中就有講一件事情是 危險性救災就包含了危險化危險性化學品災害的強救 危險性化學品的災害包含哪些 這個是在哪裡定義的 這個是在這邊定義的 還是說符合國家標準的這一個分類 那這個分類是有兩種 一個叫做物理性危害 另外一個是健康危害者 好那這一個危害性化學品的這一個是勞動部規定的 這個勞動部喔有沒有很複雜 就是勞動部規定了這一個東西 那在這裡面他就規定了什麼叫做危險物 他是符合這個物理性危害者 危害危險物叫做符合這個 然後是具有物理性危害者 這個東西呢其實是包含了 第十二項就包含了進水性物質 好那什麼是有害物啊 就是具有健康危害者 那這一個的話我去查了一下呢 其實他是包含在環境部 所規定的毒化物當中 然而環境部所規定的毒化物 並不是全部都在這裡 好那所以在這個當中呢 你就會發現說那他對於這個化學 這個危害性的化學品 勞動部就有進一步的去做一些規定說 你要做什麼 好那就是他大概就是做一件事情 是所有的危害物都需要標示 然後呢類別相同的藥品你要放在一起 好然後這邊就有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叫做有害物喔 他是說有害物或者是符合他的某一個表 那個表呢其實就會是 所謂的危險物質 就是比較傷身的毒性物質這一類的 就需要有安全資料表 好然後這個安全資料表其實 應該是要查得到的喔 那所以這個地方呢我想就是會是有一個 有一些學校呢你有調查那個所謂的 進水性藥品有些學校沒有可能很大的漏洞 就會在這裡 然後呢 嗯 再來就是雇主呢你需要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措施 那雇主當然其實不是學校 對嗎 不只是學校應該PI自己就要有一個責任 你就要讓你的員工知道你的學生 你所僱用的助理都要知道說 這一些危害的藥品 應該要怎麼樣子去處理他 他怎麼樣使用 怎麼樣子困取 怎麼樣丟棄 這些東西可能都是一個PI的 PI的要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每一個實驗室 每一個學校你都要有所謂的危害通識計畫 你自己要有一個實驗室的SOP安全的流程 這個大概是他的這個內容的規定 好 那再來呢 我就講說那這邊有一個CMS的15030的分類 那這邊我就幫大家講說 什麼叫做物理性危害 大概就是會產生火災爆炸之類的 那第十二個就是進水性藥品 進水性物質 那健康危害大概就是在這裡 那這一類呢 其實是歸於毒化物 就是說這邊呢 大概是環境部制定的 毒性與關注化學物質 這裡的這個部分呢 大概都有包含在裡面 可是如果你仔細去讀這個法條 這個法條當中呢 他有說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物質是這邊沒有規定的 要怎麼做 所以也就是表示說呢 在這一個辦法當中 其實有一些物質呢 並是在這裡以外 環境部所規定的這些物質裡面 其實有一些是不包含在 勞動部所規定的這個範圍以外 好 OK 好 然後呢 再來呢 我們將講說 這一個到底是怎麼制定出來的 其實他是根據 應該是聯合國給的一個指標 然後去把它用起來的 就是做出來的分類喔 那這邊我做也做了一個連結 那我如果之後分享的話 那老師們可以把它點進去 它裡面有一個紙皮書 那紙皮書的第二章 他就在講這件事情 他就講到進水性物質的這個分類 好 然後大概呢 就是這樣分呢 就是以他的反應速率來講 會產生多少 第一個是反應速率 然後第二個就是產生多少 這個易燃或是可以自然的氣體 就是跟你產生的氣體是多少 是怎麼樣是有關係的喔 好 所以大概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級別意識最高的 就是非常的危險 它就是非常劇烈的放出 然後這個易燃的氣體 這個易燃氣體 除了易燃以外 它還有自然 自然的意思就是說 它在很低的溫度上 就會燒起來 那再來就是 第二類就是很危險 然後但是浴水會放出易燃 那易燃氣體 然後第三類的話就是比較緩慢 所以它是警告 會就是危險等級就是警告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在這當中 這個我沒有講喔 沒有貼上來 其實在這一個 他的這個擺紙皮書當中 還有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判斷的邏輯 你只要判斷這三個等級 然後其實他那一個擺紙皮書裡面 他其實寫的非常非常的詳細 非常非常的多喔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因為浸水性物質 所以呢 為了對浸水性物質有一個 有一個了解 所以呢 勞工局又去做了一個解釋 所以這個解釋是另外一個法案 然後他又給了另外一張表號 說哪些是所謂的浸水性物質 其實就是他就會列出這些來 OK 好 那我想 然後呢 最後我就跟大家講 那我剛剛講 其實你可能已經被我帶花了 因為我講了好多好多好多法規對不對 好 那最後呢 其實呢 教育部給 好像我後來查了一下教育部 其實好像都會給學校一些指引喔 好 然後我就查了一下 113年6月 其實教育部有來一個函 好 那這個函呢 他就規定說 對於浸水性物質 他就說要有安全性資料表 那這個安 這個教育部的這個話 其實就是 他會規定所有東西 危害物質都要有一個安全性資料表 不過如果說你仔細去看 我們剛剛講那個勞動部的 他就會說 其實你要符合那個副表2 也就是比較是危險性 那個有害的 毒物 比較是毒化物的那一塊的 那個 你必須要有浸水性物質 所以這當中呢 就稍微稍微的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樣了 好 然後再來呢 他就說那 那這個浸水性物質呢 就是要參照 他就有一句話說 參照環境部危險化學品 的定力規則 你要這樣子去做 好 那他 你看到這個法條 你就要再去查 環境部的這個規則是什麼 那這個規則其實就是 我剛剛提給大家看的 就是說 你必須各實驗室應該要有管理規範 所以變成是說 如果學校沒有統一去管這一塊的話 每一個PI你應該都要去建立這個規法 好 那 所以這是整理出來的 整個我把這個法規的部分講完 那講完以後我想其實我們可以想一想 如果法規是這麼複雜 那回歸到每一個PI的身上 每一個實驗室的身上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藥品管制 我們做到幾分 我們可以做到幾分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樣的分數 好 那我自己當然就會覺得說 這個部分也許我們可能 比我們想像的做到了更少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很可能是沒有法規素養的 我們可能不知道法規 對於一件事情其實是這麼複雜 它有這麼多的法條 你要去把它通透的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直覺的 環境部就要我們教這個我們就教 可是事實上沒那麼簡單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其實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第二件事情呢 是東華我們就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很厲害 我這邊做到百分之百 事件會不會重演 你們覺得會不會 會 為什麼 我們也覺得他會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條法規啊 那條法規 消防法規啊 你如果很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的話 你其實可以防範嘛 對不對 那進水性藥品這樣子的話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確定 沒有辦法確定這個放 這個 它是很分散的 或是沒有辦法確定它的風險的話 它可以人命救災就可以了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就在想說 如果有這樣子一個情況的話 會不會所有的化學系 其實我們碰到了就要認命 會不會是這樣子 那但是是這樣嗎 我覺得會是還有很多我們可以去努力的地方 那 事實上東華的化學發生火災 其實並不 並不是說是一個特例喔 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是從 我是從教育部的那個網站裡面去撈撈資料 是2016年給的資料 它統計了11年到15年的實驗室火災 發生源的分析喔 大部分其實是電線走火 好 那我們也是從電線走火開始了嘛 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是電線老舊 然後燒起來的 然後燒起來的 所以其實這個 那 那可是很可能就是因為電線走火 然後因為我們有裡面有些有機藥品 或是什麼 你就讓它有一些不得不的一個 不得不面對的一些困難了 那所以在這當中呢 其實我們也做了一些反思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喔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如果把中央機關規定的 管制最大的一個管理的單位 然後化學系跟地方消防隊 我發現說是你說誰失職 好像也都沒有人失職 可是中間呢 我們就會有一些聯繫上面的問題 包括說我們剛剛講的經濟部 內政部 勞動部 教育部 然後還有環境部 都一起來規定這個法規 可是這個法規上面呢 其實每一個法規呢 其實稍微都有一點點 那小小的不一樣或是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說 第一個就是非常複雜 第二個就是在傳遞命令上 可能會有讓聽者產生混淆 那再來另外一個在化學人的這個部分喔 事實上因為我以前在高一香妝品系待過 那香妝品呢 事實上是需要教法規 我也要上一堂課叫做法規課 所以我其實是讀過法規 所以我也是上了那堂課我才有法規 才知道怎麼看法規的 知道一條法規 後面其實不是只有一條法規 就規定全部的事情 他是有好幾個部 你要慢慢慢慢慢慢去把它找出來 統合起來的 那所以我也覺得說 如果是在安全上面 或許我們是需要培養這樣的能力 那個能力事實上是 讀懂法律的能力 我時間到了是不是 對 就是 就是讀懂法律的能力這樣子 然後再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可能我們對於 安全素養這件事情 以前我也教過倫理課 那事實上倫理課 我去研究這個倫理課 我發現實驗安全其實就是倫理的一環 你要讓人家 你要成為一個有負責任的一個做實驗的人 這個本來就是安全的一環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化學的教育上面 也許我們要想想看說 我們怎麼樣讓學生有法律的概念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把這個安全的素養傳承下去 那包括說每個PI 像我自己我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真的有定義一套很清楚的 這個我們實驗室自己的管理的安全的法則 這個是要讓大家都知道的 那再來這個地方消防隊這個部分 其實我發現他們有救火的一個知識 但是在化學的這個知識上面 我覺得有時候是不足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子跟消防隊之間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溝通 這個可能是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跟消防隊有些對話 那當然在這裡其實我想要講的是 這邊其實你會發現一個漏洞 什麼漏洞 好 這個漏洞是這樣子 就是 其實 子皮書規定的很清楚 什麼樣的東西清清楚楚都規定了 可是這當中他並沒有一個指引 可以幫助消防隊去判斷說 那我現在要救還是不要救 舉個例子我剛剛講了 就是說假設我以鈉來講 鈉是一個進水性物質 他可以放出這樣多的這樣子的熱嘛 然後在這當中 這邊你要讓氫氣著火這件事情 可能你提供的熱量可能 假設一個中性的環境當中 你可能還要去考慮到氫氧化鈉 融在水裡面它的溶解熱 對嗎 那可能這些的熱量我們要考慮進去 OK 好 好那在這個當中其實會有一個量的問題 好 那這一塊好像是沒有範本的 那所以我就有在想一件事情是說 這一塊是不是一個怎麼樣救的這個範本 就是說他可以放出多少的熱量 這個要怎麼樣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的單位是每末多少千交嗎 對嗎 那可是以化鈉系裡面可能就是100克 這樣子的一個量級來看的話 那可能會是怎麼樣 這邊當中的一個教育訓練 或是教育材料是不是 我們可以更完整的提供 那我去查了一些消防的一個法的考試 或是他們的那個 其實他們會有他們的一個內容 其實他們會有講到 每一個東西的最小的著火量 所以著火的能量 所以如果他們有這樣子一個規範 是不是他們可以很清楚的 比較能夠知道他們該怎麼救 判斷要救還是不要救 這個是我自己的思考 當然我可能想太簡單也不一定 可是我就發現說在這個法規 這麼繁複的法規 他竟然沒有去規定這一項 那就變成說這個是一個很很很 就是我想這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模糊的地帶了 那就變成是有化鈉系的這個單位 其實我想就要非常謹慎 好那再來這個部分也是想說跟大家講的 就是進水性物品救災的程序是什麼 其實也是很有矛盾的 那其實這一個新聞 其實我這樣看 以我的專業來講其實沒有問題的 好就是進水性物質 我們大概就知道 他用乾粉滅火器去滅對不對 所以他有講到說 這個沒有辦法救 是因為我們沒有乾粉滅火車 好可是非常有趣的點 是我們去找到一個新聞 就是那個台中市的消防局 好然後呢 他說有進水性物質 所以他們是該以泡沫布線 好然後高雄市的這個呢 他們也是用泡沫 泡沫布線 不能直接出水噴灑 必須採用泡沫彎酒 好然後呢 我又去找到了一個這個消防局的網站 他說化學 他們有進行化學泡沫涉水操作 好他就說化學泡沫原理呢 他其實最主要呢 是用在哪裡 進水性物質 好然後 嘉義消防局呢 也有講到喔 就是他們的化學車 是泡沫液的化學車 然後呢 他專門用在進水性物質 所以我現在就有一個非常的confused說 所以到底泡沫消防車 到底是可救還是不可救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說呢 我覺得說這個是 也許我們很需要有機會 不是只是化學系關起來 沒有說你們有沒有管好管好管好 有沒有管好自己 我覺得管好自己以外 是不是我們彼此的知識 是可以連結的 如果要講到安全這一塊的話 OK 好那這部分我想就跳過去 因為我發現我時間到了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想要問的 其實或許也是可以去思考 這個是因為我們在建管的時候 我們思考的問題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有這樣的素養 可以救進水性物品的話 那身為化學系的人 我們應該要把進水性藥品 統一管理 統一管理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火在發生的時候我就噴哪一間嗎 那就炸起來 炸完以後就沒了嗎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小量小量每個老師好好管理自己 哪一個東西叫做 第一件事情比較符合日常 第二件事情是減到風險 這個可能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我想了半天 我們其實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在蓋管的時候 我們也討論了蠻多的 那再來這一步來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其實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當然為了未來的這個管 其實會有很多AI的幫你管 即時的監控這件事情 不過其實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其實想的一件事情是 那即時監控你知道我現在燒起來了 然後呢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AI有很多的好處 那當然說 他也會有一些誤報的系統 可是我還是覺得說 其實AI他可以讓你即時說 我今天家裡住很遠 他即時通報我趕快趕去了 可是你還是要處理 對嗎 管理的這件事情還是人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我想提出來跟大家討論 就是分享的 那最後呢我想跟大家講到就是結語 我在想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可以做什麼 就是未來可以做的就是 我們要做到我們該做的 做到我們該做的是要做得更好 然後包括什麼呢 事實上是學校的還安 學校還安 如果學校還安的制定的計畫不夠好 是不是化學人可以趕快去跟他說 那再來就是藥品的管理跟分類 是否應該要做調整 這我講的就是其實我們最近 在考慮就是AI的那個藥品分類 管理那個智慧的藥品管理分類系統 那我們去search 其實很多的分類大概都用毒化 就是環境局的環境部的這一個分類 但是好像很少有淨水性物品 或者是危險性物品的這個分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分類是不是應該做調整 那最後就是實驗室的PI 是不是有制定安全訓練計畫 跟藥品管理原則 包括藥品怎麼使用的 這樣子的一個訓練計畫 那再來就是集市廣益目前所不足的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的法律素養 環境安全素養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怎麼樣消敏跨界的鴻溝 那在當中就是 還有法規當中缺乏的那一塊 就是化學人跟消防局當中的一些關 那個就是溝通 那最後是我們在這裡談 其實我更希望的是 政府可以來對 我們有計畫可以把這件事情跟政府說 這個是 就是說怎麼樣讓政府可以更多的了解 改進這些事情 我們一起改進了 那所以最後我有一個心聲 就是其實你看有很多事情 其實只有化學人可以做 如果化學人不提供資訊的話 其實管理部門是沒有辦法做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事情是只有化學人可以做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勇敢站出來做 好 OK 所以我的演講大概到這邊 那最後呢 我其實謝謝我給這個機會 然後因為0403以後 其實很多人對東華化學 付出很多的關心 那我們沒有辦法一一去道歉 所以我想說趁這個機會 其實謝謝每一個學校 對東華的關心 不論是給我們資源付出友誼 然後我們在這個過程其實也是學習到很多 所以在這裡就是非常謝謝各位 我是化學系的俊豪助教 那如果說在今天聽完這個演講之後 對於有關於東華大學化學系勞工安全的這個管理或執行 那跟貴校有任何不同的 那有想要這個意見交流的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也希望可以達到今天實驗 教學勞安安全的經驗分享 好不好 好那這個是我個人的簡介 本來想要講一下我這個人 但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那再加上我今天演講的這個部分 我學長等一下要幫我後面補充 所以這邊就不說了 但按照慣例工商服務一下 好工商服務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關於實驗的教學 基本上已經是無紙化 就是沒有紙啦 好那我們自己有自己的教學網站 所以呢這裡有我的普化實驗室的教學網站 還有有計畫學實驗室 好那在疫情的這一年當中 說真的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對不對 那學校很好 他幫我們實驗室都安裝了冷氣 讓學生上課舒服一點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就想著 因為在疫情遠距教學 我們到底還能夠提供給學生 怎麼樣的資訊工具 讓他們可以在實驗這一塊 可以真正達到遠距教學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曾經採取現場直播 就是那時候參加這個會議 我們把電腦帶到教堂去 那全校無線網路 我們在教堂的對面就直接開直播 讓學生先聽得到今天實驗的內容講解 但直播完之後呢 他有一點空虛 我也會有點空虛 所以我們利用這一段時間 我們把我們所有的實驗 拍成了影片 好那當然這個影片我們也有外籍生 所以基本上是中英文教學 所以我把網址留在這一邊 那如果老師有興趣 歡迎上去觀看 那要不要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你就決定吧 好我都跟學生講 拜託上去看好不好 上去看 那你上去看老師就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 科普教育的傳遞 所以目前我在系上的工作 大概就是專任教學 那這是我授課的內容 另外就是我目前擔任系上的勞安的聯絡人 OK 那還有就是科普教育 以及樂林社區的服務 諸如此類等等 那實驗的部分 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為了讓學生可以找到我的實驗室 你覺得我給他這個網址 他會上去看嗎 不會 所以每次上課 我就請學生把手機拿起來 打開你的Google 你只要輸入有機實驗 信不信 東海大學有機實驗室會排在第一名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 我可以買廣告嗎 不行 因為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搜尋 搜尋有機實驗 有機實驗 有機實驗 大數據時代的來臨 所以我一定會排在第一名 我要讓學生沒有藉口跟我說 我找不到你的網站 當你找不到我的網站 代表什麼意思 網路就是斷了 你知道要怎麼樣殲滅大學生嗎 斷網 網路斷了學生就腦袋空白 他也沒辦法上網 他也沒辦法讀書 重點是他不能吃不能睡不能喝 他已經上次的生命的動力了 所以我們就想著 真的讓學生可以透過網路 去尋找他所有需要的資訊 那當然網站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學校有另外一個Ilearn的系統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請另外同事來分享 OK 好 那各位來到東海大學 所以請讓我佔用一點時間 來講解一下我們的校園環境 好 那東海的校園非常的美麗 我每次都跟學生講 就是來參觀的人 三明水秀 風光亦明媚 但因為有各位的參與 所以地零人節 你看連剛剛的老鼠都來了 就知道他有多麼愛這個環境 好 那各位現在所在地呢 在化學系管 OK 那我們剛剛可能都是從第一教學區這樣進來 好 那東海當然最具聖名的就是我們的教堂 所以教堂現在在我的右前方 好 那等一下如果老師用餐完有時間 就歡迎到教堂走一走 那另外一個就是文理大道 好 所以其實離化學系都非常近 從這裡走到教堂就是一分鐘 那我們走到文理大道大概也是一分鐘 那文理大道顧名思義就是這一邊是文學院 然後這一邊就是理學院 好 那我們下午呢會安排就是實驗室的參訪 好 那我們一共有兩個地點 好 其中一個在化學系管的就是疑分實驗室 OK 那另外除了疑分以外的普化有機物化跟分析 我們會全部在基科管 好 那基科管的幾樓 六樓 好 這邊先回答老師問題 有電梯 好 所以不用走路 好不好 好 再回答第二個問題 實驗室有冷氣 所以也不會熱 好 所以抱持著很開心的心情 那我們就來東海大學參訪一下 來參觀一下 好 那所以呢 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原則上我們要講一下我們化學系做勞安 那我想這件事情大概我們已經做了快20年了 對不對 所以從一開始聽到勞安 你知道這個是跟安全有關 但你會覺得它其實離我們非常的遙遠 而且一開始做的時候所有事情多如牛毛 那我們戲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好 我們看一下編制 好 我們人員的編制呢 就是戲主任為頭 好 那這戲主任當然是有就是會有各種教師 那我們的老師很可能會是學校的勞安代表之類的 好 那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勞安聯絡人 那目前本戲比較特別是 我們戲裡面並沒有一個專責的人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本來有 但你知道師校 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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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人就突然不見了 應該這樣講 他就覺得另謀高就 所以變成是我們現在勞安的部分 就必須由我們戲上的專任助教來擔任這件事情 好 那這可能是跟貴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目前我們戲裡面的專任助教 一共有幾個 七個 好 好 那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就會有教學實驗室的負責人 目前也是由專任助教來擔任 好 接下來就是研究室 我們稱他叫做勞安小天使 其實這樣講他心裡會舒服一點 好 因為畢竟小天使那個美名比較好一點 那大概就是由各個實驗室的研究生來擔任 所以這個是我們學校比較特別的編制 OK 好 那我們的這一個任務分組 這個比較簡單 我們看一下 我們大概簡單的區分 這個是我從我們戲上的制定計畫 跟學校勞安中心的制定計畫 我把它介入下來 好 第一個呢 是總體安全管理 好 那我們大概就是把整個戲上的安全工作 任務先簡單的分配一下 那這個任務是怎麼分配的呢 就是 就是只要學校有一份文來到我這邊 好 那文的話 因為我是勞安的對接口 所以大概 對方不管是勞安中心 或者是讀畫物的 他的文會先到我這個位置 那我在判斷這個文 我要發給哪一位負責的同仁 所以其實你已經可以想像的到 我們這裡最後的結論 我們一定會有優缺點 那我們的優點是什麼 好 我們先看我最後的 OK 我先把後面的 好 我先講一下我覺得我們的優勢 我們的優勢就在於我們有七位資深的助教 那每一個人非常清楚誰要做什麼 所以當我接到文之後 等於是我是一個指揮官 我要把任務的分配 所以這個任務就交給A同仁 B同仁跟C同仁 這是我覺得我們最大的優勢 但某種程度 這樣的優勢會變成是我們最大的困難點 為什麼 你的人員不能異動 還有同事之間感情要比較好 不然我今天我做到這個我覺得好困難 比如說毒化物的申報 你知道那個有多困難 而且不是我申報 我們還要再負責每一個實驗室 他匯整資料送到我這邊來 我再去申報 而且我還要必須花時間去挑出他的錯誤 因為資料送出去的有錯 不是實驗室的錯是化學系的錯 所以你知道毒化物的申報 就是一件很繁瑣的事情 那我一開始就講了 我們做這個勞安其實就是多如牛毛 對不對 即便是你覺得你已經花了百分之一百的心力 你來做這件事情 但有時候天不從人願 對吧 所以我們的優勢其實跟我們的困難點 剛好是兩面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說的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部分 假設我們任務分組來了 然後我們就去更新實驗室的安全政策 這個部分我們在每一年 學校會要求我們再更新一次 但有時候他會比較像是paperwork 就是我們會做 然後還有安排實驗室的安全培訓 這個就是比較像是學生進來實驗室的 勞工安全教育一樣 那甚至於我們會去協調一下各組的安全食物 好之後我們每個實驗室會有裝 防護裝備 那這個防護裝備 對於學生來講非常的重要 我就以有機實驗室為例子 我們學生進來當然他必須要有實驗衣 但我們私底下會準備很多實驗衣 因為學生可能忘記了 那我們要求學生要護目鏡 我們在實驗桌的每一個實驗桌的位置 我們都準備了公用的護目鏡 因為有時候學生他忘記帶來 但你都要幫他準備好 好那我們也是想著說就是安全為第一要求 OK 好接下來要品的管理 好那譬如說呢 我們每個實驗室一定會有SDS OK 那我們的SDS放在哪裡 我們必須要印出來紙本每三年更新 所以每個實驗室一定會有標準的SDS 但話講回來了 如果今天發生了像東華這樣的事情 你去哪裡找SDS 你會不知道 所以我們除了印出來紙本放在實驗室之外 我們另外一個還好我有網站 所以我就放在我的網站上面 隨時都可以上去看 那實驗的關係我就不進去看了 好然後再來廢棄物的處理一樣 我們也把廢棄物的處理寫成了一個標準的SOP 一樣都放在實驗室的網站 所以我每次都跟學生講 我的實驗室沒有精彩的動畫 沒有美女的圖片 但有的就是豐富的知識 基本上我們實驗室的網站就包含了 所有的勞工安全教育 勞工安全廢棄物的處理 還有SDS 重點是課程還有講義 包含了最後的實驗的教學影片 所以大概就類似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也有 實驗室裡面也有逃生路線圖 我們有制定的逃生 重點是我們還拍了影片 讓學生去所謂的防災跟演練 這個都是我們認真有去執行過的 等於是學生一進來實驗室 我們就會把整套的 有關於安全教育的部分 我們都會讓他去觀看 讓他去參與 重點是他可以找得到 在實驗室的哪一個位置 那飛行路的管理 這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最後這個安全教育的資料 也都放在網站上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一開始我要工商服務了 因為我們做這個網站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這十年來我們有做了一個統計 就是觀看進入實驗的人數 高達了33萬 但是我要偷偷講一下 33萬可能有10萬是我上去看的 然後每天要上去看 對對對 但不可否認的 扣掉我10萬還有20萬 我不管你看了什麼東西 也許你看了課程 你看了影片 你看了勞工安全教育 但我覺得只要是有看有學習 都是對於勞工安全教育的 不管是推廣還是自身能力的保護 所以簡單的我就講到這邊 最後我談一下我們怎麼樣去執行 因為我們現在 當然第一個先任務分配 對不對 由我來分配 分配完之後 這個資訊就會發到 不管是大實驗室還是我們的研究室上面 我覺得做勞工安全對我來講 我覺得比較困難的就是說 訊息的傳遞 尤其是我沒有能力去管 研究室的研究生 所以你常常會發現 我發了一個訊息給他 然後我跟他說 請於這個禮拜五幾點幾分之前 把資料上傳 但他會做不到 或者是他會以讀不悔 對不對 我想這應該是 不同學校勞安聯絡人 最大的痛 就想要跟他一起 對不對 學校方面 全校指向你化學系沒有教 那個頭就會一直冒煙 知道嗎 頭髮就越來越白 心情就越來越不好 但我們還有一個小好處 我們任務分配完之後 透過mail還有社群的群組 比如說我們自然就會有一個 什麼勞安的群組 什麼群組 現在各位line太多群組 應該是一大堆 我們先在群組裡面發放這些 再來我們 我們自己 實驗室我們自己 會先做範本 我把範本先上傳到雲端 或者是網頁 等於是我先做好了 你就按照我這個模式下去進行 那我想學生有利可尋 他比較不會說 我不會做我不懂 好 那再來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特別是 我們的實驗教學 除了老師到場 然後呢 助教會全場監控 那我們實驗還會再排一個小助教 這個小助教就是研究生 所以這一個小助教通常 他會擔任研究室的老安小天使 等於是平常見得到妹 如果我常常跟這個小助教見面 他會知道我的做法 或者是耳其面密 有一點點私人的感情在 他比較會把這個任務給完成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他真的沒有辦法完成 也沒關係 請你來找我 我們來協調一下 你有什麼困難 對不對 好 最後呢 資料匯整了 在雲端上面 你自己也看得到 只剩下你沒有教 那個心情會比較焦慮 所以如果全系 就只有你沒有教 我想你的腳步會快一點 就好像全校只剩下化學系沒有教 我大概晚上睡不著 我就馬上把它弄好 造假我也要把它弄出去 沒有沒有沒有造假 剛剛講錯講錯 講錯講錯 好不好 講錯 好 那再來呢 有時候我們會需要拍照修正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經常會接受不同單位的長官來督導 比如說衛生局 什麼什麼環保單位 他們會來看 看了之後就會有缺失 那缺失就必須要要求要改進 對不對 那你嘴巴講改進沒有用 最好的方式就是 OK你拍個照片來吧 好 萬一 我前面講的這五種學生都不瞭你 也不做 請問你娘娘怎麼樣 我也不能這樣 所以我最後只要選擇一種最小極的提報吧 提報給誰 第一個給系主任 系主任來介入 對不對 再來提報給該研究室的老師 請老師來處理 那我想各位如果現在在收到這種學校有關於勞安的公文 他後面第六點 12345很重要 第六點 請問寫什麼 一旦被督導有缺失 需要罰款請自行負責 現在都這樣子 有在看公文的都知道 如法炮製 我也把這段話再貼給實驗詞的老師 而且紅字mark 斜線體underline 一定要的 整篇重點就是後面第六個叫你要做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講 我要結束了 什麼是勞安的意義 勿施敵志不來 正事不由於待止 你做了再多的準備都經不起有一個萬一 像剛剛林老師說的 我們就算做了100% 我剛剛在外面聽 我就只有一種感覺 唉 運氣不好啊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只能夠說 盡量盡量盡量的去做 那當然有一些法規是不合宜的 這個就是我的困難之一 我們常常接受到 像老師剛剛在講那個清水性 其實在這個東 就是發生地震之後 第一個來找我的單位 並不是學校單位 是台中市的消防局 他直接殺到化學系 就要找勞安負責人 然後他問我說 請你在今天之前幫我調查 1A組跟2A組 他不用清水性 我覺得消防局應該也是要提前部署 他就跟我說 我只要1A跟2A 我那時候還笨笨的問他 你知道什麼是1A跟2A嗎 好像看不起消防局的人 不是啦 就是我只是為了確定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曾經去那個 學校的環安二開會 那我去開會 消防局也來 跟林老師有共同的看法 就是雞同鴨講 他講什麼 還不行啦 我講什麼 你那個不可行啦 溝通上有困難 所以當消防局的人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是跟他講 確定喔 1A 2A 你知道我們這種勞安聯絡的人 其實有一件事情很困擾 降帥無能 淚死三聚 你叫學生去搜集了這個資料了 搜完了 他很辛苦 我也很辛苦 但最後你跟他講 對不起啦 不是要收B 要收B 你知道學生的腦袋 會閃過三個英文字母 錄音可以先關一下嗎 你也知道哪三個英文字母 而且你要讓學生可以配合你 你一定要很專業 你一定要能夠去說服他 那我不曉得今天我站在這裡 可以跟各位老師分享 我有說服你了嗎 應該還可以啦 有讓你覺得來東海化學系還不錯吧 應該有啦 謝謝各位 好 所以困難的地方非常多 但我們講到最後 困難點都是在人 對不對 所以就當然這個也是值得討論的地方 所以我簡單的就把我們的分數 還有目前系上在勞安的執行 我就簡單做一個小小的報告 好 那執行面 我們再請我的學長 就是朱曉峰助教 再來跟我們分享 各位好 其實這個之前在準備的時候 雙星期俊豪就問我可不可以幫忙講一些 那時候因為我在忙其他事情 其實我是偷偷做準備 沒有給他答應 可是昨天我準備好了 我就稍微給他提一下 還是一部分時間給我講 那我來到這邊 後來發現 有點在開同學會 因為現場也有以前 我大學的同學 還有我以前帶過的學生 現在在清華 對不對 剛剛在看簽名的時候 我發現 我還記得一、二十年前的時候 去中央大學吧 去參加物化實驗研討會 也遇到他 那時候我們在那邊做實驗 其實那個實驗 我們實驗室有做過了 所以那時候現場就看我在表演 其實我自己去學院 尋人解答的東西 可是後來發現是我在表演 因為很多學校沒做過 主辦是中央大學 可是後來發現 不要講太多好了 所以我當時我就在那邊做給他們看 其實當時是這樣的情形 對不對 我還記得你的名字 好 對 再介紹一下 我是務化實驗 我叫朱小豐 其實音效應該算是我 快要二十年前的學生 其實二十年前 我有帶過學生 去年 他的小孩 又來讀我們學校 又上五合班 那時候我有一天心裡在想 我真的蠻嚴格的 他回去一定會跟爸爸講 爸爸你說那個老師很好 可是我怎麼發現 那個爺爺很兇 對 他如果爸爸是我的學生 他算是我學生的 在下一輩 對不對 那去年他怎麼沒有讓他過 因為我在錄音我就不說了 所以你就知道他上學期實際上是 怎麼樣就對了 那我今天講 其實是階梯在俊老後面 那就盡量就沒有重複 因為我想要講的 其實有些執行上的話 我可能是做了的 不要說比較多 那我今天最主要是要講些什麼東西 因為時間有限 最主要有三點 工部門就是環保局 以前化學會好像有說 我都知道是不是真的化學會派人來 就是外面的單位來 然後化學會有跟在旁邊 所以有的老師來檢查我們實驗室 我就會說 欸我不相信問這個化學會的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說 喔好 那人家來跟你 跟你指教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我會跟他解釋 可是也不要講太多 因為講太多 那問題面就會越廣 到時候他給你記的確實就越多 所以我第一個是要想一下 到我們實驗室基本都會看哪些東西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實驗室肺液 我們每個月都會親一下肺液 那實際上肺液的話 剛剛俊豪他說他是聯絡人 對不對 那肺液完整主要就是 我負責來協調大家來做 包含老師實驗室 我講話太大聲嗎 就是我會發誤給各個實驗室來做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要講什麼 人家檢查就開很多缺失 我不要說很多缺失 確實有些實際上 實際上一些單位其實都蠻客氣的 也不會太刁難你 可是我去年就遇到了一些問題 我等他就完了問題 那就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因為投影片我做的蠻多的 時間不多 所以要我小聲一點 我本來嗓門就大 對一下 一些嗓門就大 第一個就是 因為投影片我剛講說 投影片太多 所以我就是稍微帶過一下 他們每次到實驗室通常會看哪些資料 我相信很多可能都很有經驗 可能我講的不一定是完全你們遇到過的 然後就指教一下好不好 其實很多外面到學校來看 通常都會透過我們學校環安單位 環安單位常常最喜歡帶去看的實驗室有兩間 一間叫做烏瓦實驗室 就是我的實驗室 另外一間就是俊豪契龍他們的有機實驗室 那就是兩間是教學的實驗室 後來的時候 其實剛開始我們會有點反彈 為什麼每次都來看我們 也會跟那個學校通常說 不要每次再來看 之前前一陣的契子溫蘭一宏老師的時候 我一直跟他反映說 每次都來看我們這邊 每年都來看 每年都來看 每年都來看好幾次 每次來到學校學校又不是只有化學系 環安科學為什麼不去看 實科為什麼不去看 當然會 可是這幾年已經沒看到有一點 覺得好吧 所以我都很主動 你要來看 那你就來看吧 所以學校都來問說 小鳳可不可以去那邊 我說好吧 沒關係就來吧 就會這樣子 所以他們來看的話 通常會看哪一個 第一個 一進去的說 就看一下 對不起 都會看 你門口有沒有貼這個東西 這個是這幾年 尤其以前他們家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 可是前幾年又多家這個 所以你實驗室門口一定要貼 他會看 再來 我還不太習慣用這個 下一個 你有沒有平面圖 那這個平面圖的話 早期的話 跟青函的話 其實每年都一直在變 為什麼 前幾年的話 要求你一定要帶上這個東西 這個沒有法會記茄子 然後 你的毒化物在哪個地方 有哪些東西 然後 那時候還要規定要有你的方向 可是去年開始又要東北季風 西南季風 那時候還在搞 還在看 我們的季風風向是哪邊 到最後完了很正確 然後比例子也要有 還有這個 字表日期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 這是學校告訴我的 要求要半年內 可是我們說我們半年都沒有 他說沒關係 到時候日期改一改就好 實際上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那我這個的話 是上學期我做的 二月一號 那到時候的話 我去的表 整個表是沒有變的 所以這個在改 所以這整張完整表 就是說增加這個一定要有 這個一定要有 日期 然後多放到哪邊 這是我的實驗室 然後去年它多加 你一定要指定說你是幾樓 這是基本都要有的 再來 這是桃生平面圖 這個外面來檢查 是不太會去要求你念我們這一章 那我是有做 那這是我們等一下旅遊 可能去我們後面看的話 你進去六樓的話 古畫實驗室 六零二四分析一根深畫 然後六零三四有機 那我的實驗室 是在這邊 蠻集醒的一塊地 不過我這邊的感覺是最好的 你上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可以看到教堂 他們要看到教堂 一定要走出來 所以這個感覺是最好的 到時候你去看就知道 然後還有 你的藥品櫃 是慢慢都增加了一些東西 這個他們都會看 第一個 也一樣是幾年前 確實的年代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貼這一張 那有沒有貼這一張 這一張一定要貼 禁用食品 然後幾年前人家來檢查實驗室的時候 問你有沒有貼這個東西 我當時還會議不顧 我說有啊 這一張 我有貼啊 貼在那邊 貼在校門 不是校門廣 想太快了 貼在實驗室門口 他說 老師我建議你 不要貼在那邊 就給你記了一個缺失 他們很客氣 不是要結實 就是說希望能補貼 貼在哪邊 貼在藥品櫃上面 對 所以這個也是要求要有 然後這幾年 又接著要這個東西 你的藥品上面 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那我是在想說 是沒罐的藥品都要貼嗎 還是獨號物 關注性化學品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跟廠商買的實驗上面 也有貼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那時候 就不想再多給自己找麻煩 反正也就是說 你跟廠商買信來的藥品 很多都是有貼的 那如果沒有貼 你自己想辦法 這是我自己 從台中市政府那邊 然後扣很多過來 我自己有做我的錶 然後我看沒有貼 我就貼了 再下一張 這個安全資料表 為什麼要用這個 外面進來 也是會看你的東西 剛進來也有講過 這是基本關於 三年一定要更新一次 他進來看什麼 他翻你最後面 你是哪時候的 哪一年更新的 他一定會看這個 你如果不是三年內 他就給你自己去的試 這樣講解嗎 再來 還有這個儀存 還有特別要注意 這個叫做安全資料表 很多實驗室 我相信你們 我現在講的 你們會去看看 很多還在以前的MSDS 那馬上去被計確實 下面有個M 所以現在叫安全資料表 不叫 物質安全資料表 你還是貼物質安全資料表 那個就是游潔 那還有 我講的都是 遇到人家檢查的 這幾年 他要求我們 你把你的成分百分之多少 一定要寫上去 用寫就可以了 用寫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 再來 這個一定會看 你有沒有記錄 就是一些安全紀錄的表格 還有這個字 我從我實驗室貼過來 這張的話 我要特別要跟你說明一下 一定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個地方有什麼問題 我跟你講 你回去看看你們的實驗室 我相信一半以上 還是有這個缺失 這個叫什麼 勞動部 很多實驗室還在勞委會 這都是遇到過 不是我遇到過 我去看給你實驗室的時候 我當然只能看到別人 還在寫勞委會 這個你回去看一下 包含老師的實驗室 飛機處理 因為時間不是很多 這是我實驗室的飛翼 飛翼的話 這個也是現在一定要要求 要有的 要有的 要有的層角 層宰盤 這個層宰盤 當你這個 如果裂掉的話 你全部流露出來的話 一定要在這層宰盤裡面 那這個材質要分什麼 其實要看你試用哪一種 那我都做不鏽鋼的 然後後面一定要貼一個 香榮錶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也是人家會說 你有沒有這個東西 這樣了解嗎 我好像在跟學生講話 後面那有了解嗎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再來 還有這個飛翼的話 我們跟學生講話 你最多只能到八分到九分 你不要太低 太低的話 你這桶就沒意義了 常常那個學生來半桶 半桶學生要買這個桶子 給我們用 這個一個桶子要一兩百塊 你貼半桶 然後裝到那邊去 很佔空間 所以我們不要求 你要至少八分滿 不要超過九分滿 因為你在移動的時候 可能會露出來 這樣來講 再往下 然後你剛剛飛翼桶 一定要貼這兩個東西 這有分類 這有分類 比如說這個A的話 是有紀錄數的 然後這個也要貼 這個也要貼 然後剛剛講A的話 就是這個 其實我們學 它有分很多個 我們學校會用到大部分是這幾個 那以我們實驗室的話 這個D這個 這個清晰的飛翼是沒有 那其他的話 我剛剛講的說 這個要貼ABC那個 然後還有它四耳的標籤是 什麼 什麼燃燒型 或者什麼 浮屍型 毒化物多 有這個骷髏頭的 也是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現在講的就是 公部門 遇到的問題 那第一個 我們用到三言話室 第一個的話 其實是剛講的四把姓 其實 法規制定的話 剛剛林老師有講一些 法規制定很多 比如說舉個例子 我們那個 零介藥品很多 也就是說你的符合 一些法規規定的時候 你才需要捨保 比如說它有一個 名詞叫做零介量 那很多零介量都是50噸 那我看的比較少有5噸 某個藥品5噸 那它會有個2%的零介量 那比如說我講 那個50噸的話 百分之2的話就是1噸 你要超過1噸 你可能就要需要申報 或者要怎麼樣 告訴上面 要送一些資料上去 可是實驗室有嗎 沒有 可能都用100克 200克而已 所以我意思是說 它很多制定出來的法規 其實 並不一定是適合學校 這個我想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這個沒辦法 這個就稍微講一下 那我實驗室有用在這個上面 然後 對 講到這個地方 去年的時候我發現 學校來個文 我剛剛講 不是有列這個嗎 這個GHS那個標籤 對不對 我剛剛講說 這個百分之多少要寫 可是後來 它又來個文 又來個圖示 你讀新化學物質 這個要註明 註明出來 這樣子 又多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Case Number的話 實際上 它上面沒有寫 它好像有寫 可是 文字裡面有寫 可是 它做出來那個標示 裡面並沒有說 那我就照它文字上面 我就自己做上去 就自己做上去 然後 這是我自己去公園 這是我 剛剛講讀化物質 去找出來的資料 然後這個不用看 我想這個是什麼東西 第二個 我要講的是說 就是說 遇到人家檢查 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我剛剛講 這個是三氧化神 我結錄出來的一些資料 以這個的話 這邊有一個D-A L-D-50 這是半尺量 它是用老鼠來做 實驗的 那這次在看什麼 那些 那個 譬如說 一公斤的老鼠 它只要10毫克 它可能是取樣的話 老鼠的話 一半就可能會死亡 那我去年 千幾年 不要說去年 前幾年就遇到一個 來試驗 試檢查 他是 有的是 比如說 台中市環保局 那有的 他實際上就是 我們起來做認證的 他就跟我講 老師你可以 這個三氧化學生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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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S給我看 我就給他看 後來他就翻到這一頁 我結錄出來 他說老師你知道這個東西 我說我知道 那 你這個一公斤 十毫克 那譬如說 他就講給我聽 譬如說一個女生可能是五十公斤 那男生如果六十公斤 我講男生好不好五十公斤好了 那一公斤十毫克 那五十公斤的男生呢 我不只五十公斤好了 那就是五百毫克 五百毫克是幾克 0.5克 那我後來我就跟他解釋 我這個實驗室 跟學生一年 給學生 用這個藥品值 0.1克 我剛講是五百毫克 對不對 那就是 0.5克 那0.1克 根本不到 可是他當時給我要求說 老師我建議你們 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 你往下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你們SDS 這個資料都很重要 他讓我講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有個解讀劑 比如說注射怎麼樣的話 吞死的是怎麼樣 他要求我們要準備這個解讀劑 我當時傻眼了 你知道嗎 我還乖乖的 真的跑去藥品 問 他跟我講說 這個國內現在有沒有進了 第二個 他說 這是醫師指示用藥 處方用藥 我就想對 他可是要我買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這個藥品就要買這個東西 那很多獨化物 那你是不是不同的是要買不同的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一樣在裡面說 他翻了氣氧化 老師你看 他上面有講一個東西 我說看 如果誤死的說 他上面是要喝牛奶緩解 他又翻了邊 你看這個又講牛奶 他要做什麼 你要準備鮮奶 在裡面吃 那一個 我到時候我面有一個表 就是我跟他解釋 我說不能在實際上 那裡學生飲食 他的時候跟我講說 那你如果不要用鮮奶 我可以借你買 熬酒乳 我當然真是傻眼 所以你有這個SDS裡面 後來我們有處理了 我們掃龍腫的醫生來開個證明 那就不多說 因為實驗 後來我三藥化合神 我又找了一份資料 這樣一個SDS裡面出來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是另外一份 你看 上面有什麼 對醫師的指示 就是在這邊剛剛講那個藥品 這麼多 這張太多了 後來他如果帶來看我這張 我就拿這張給他看 對醫師的指示 不是對我的指示 對 所以你不要叫我要準備這個東西 好 我們大家往下 好 沒有了 我本身是 是做分析化學的 大家一定會想說 那你一個門外漢 然後忽然踏入這個 這個有機化學的實驗 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 學生給我的一些 一些作業 因為呢 因為當時候我在那個 嘉義大學任教的時候 我當那個專案 專案老師 那我們要帶實驗 我帶有機化學實驗 那整個三個三姐 然後整個下午就不見了 那學生很累 我也很累 就是大家都是這樣做 做有機化學實驗 那後來就有三位學生 三位同學來找我 說老師我要跟你做專題 那我說好 那我們就來做專題 就是我的那個 就是做拉曼光譜分析 好 那這時候呢 他們進入專題 也接受了基礎的訓練之後 真正要給他們 題目方向的時候 我說 那我們要合成一些實驗 做一些合成的實驗 三個學生就傻眼了 然後我就面對著他們 我想說 安娜 你以為 你真的以為分析 分析實驗室就是買東西了 回來然後測一測就沒事了嗎 沒有吧 現在是跨領域 對不對 很多東西我們是要自己合成 然後自己做那個方法建立 然後再去做光譜的分析 結果呢 這三位專題生呢 就默默的默默的推出了 那我心裡我其實有打擊 因為他們的有機化學實驗 是我教的啊 對不對 然後原本以為大家就是 有這些技術嘛 那應該可以很快的 就顯接上專題實驗 結果沒有 就是退出了 然後後來呢 後來三年前 應該三年半以前 就是我後來到那個 淡相大學服務 那接著呢 我的 開始跟我的那個專題生 也是啊 大家都是很天真 很開朗 然後他們以為就是 分析化學實驗室嘛 乾淨嘛 然後呢 去買個東西來測一測 沒事了 等到我跟他講說 我們還是要合成一些 比如說你做奈米材料啊 對不對 奈米碳點啊 奈米材料裡面的一個奈米碳點 它會發雲光 你會覺得很炫 但是呢 你做完了呢 你要做一些表面處理嘛 那這時候你就要做氧化反應嘛 然後呢 再接一些關冷劑 這些都是需要有機化學實驗室的背景 結果呢 又默默的推出了 所以其實心裡有點挫折 然後開始想 我以前去 我以前在加大 帶實驗的時候 我們學習的課程是什麼 就是學生學習的課程是什麼 那以在淡江的化學系來講的話 學生的學習的課程是什麼 就開始去想 然後開始去看他們的課程 那當然化學系本身培養出來的那個學生 他很會操作 他很會操作這些 比如說你叫要架回流啊 他很會架 但是呢 他有一些比較detail的東西 他比較沒有辦法去很快的去把它做成 因為呢 我們一般傳統的有機化學實驗室 就是每一週然後一次嘛 然後三堂課 或者是有的時候學生會delay 然後大助呢 就要陪著他們做實驗 我知道很辛苦 那但是呢 但是就這樣 然後就開始有這個契機 開始在想說那怎麼辦 這樣大家都以為有那個分析實驗室 都是買東西回來畫一畫一畫就沒事了 那我研究怎麼做下去 好 那開始有這個就是這個想法契機 說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 來去讓這些大學生 這些大學生去了解 現在已經不是像以前那樣 你有機化學實驗室就是有機化學實驗室 分析化學實驗室就是分析 現在都是跨領域了 OK 好 那所以呢 我就開始去看 那我們以前以前的一些比較標準化的實驗 那同學呢 就每一次啊 他就是 這我的看法 就是我都知道他們在前一兩天 就開始在寫要品的MSPS 然後開始畫那個流程圖 畫得很漂亮 因為我那時候在改報告的時候 我都知道吧 但是呢 真正讓他們動手做實驗的時候 其實是有差異的 畫漂亮跟動手做真的是差很多 好 那每一個 每一週的研究的那個題目呢 都是比較單一的 比如說今天要學真6啦什麼的 好 那大家就開始學 但是三堂課或三堂課以上 就是有機化學實驗的那個時間 結束了 學生就結束了 OK 好 那我們呢 一般做完實驗呢 產生的那個廢棄物啊 比如說有機的Solent 那全部就是倒在那個 有機廢棄物的那個塑膠桶裡面 OK 那也沒有辦法再去轉換 再去做其他的用途 那再來就是工作概念呢 可能同學啊 他上完有機化學實驗室的時候 他接著要去做專題了嘛 做專題他有的時候他會脫節 這是我發現的現象 就是說好像我心裡都會想說 你們以前不是有上過有機化學嗎 那為什麼有一些概念還是不太清楚 好 那再來呢 講一下就是我在想 因為我的想法就是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啟發式的教學 那讓他們有一個想法然後去做 比如說你跟他講說 你合成這個東西 合成出來呢 對我們環境啊 或者是對我們的實驗後續的工作啊 非常有幫助 至少你節省了藥品費 他們會很樂意喔 因為講到錢 他們會覺得說我賺了多少錢 OK 所以這個啟發式教學 這是我那時候想的 然後呢 我們就是讓他自己規劃 自己規劃他的實驗 我們不要求說你一週 然後就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就完成 你自己去找時間完成 那這個可能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去完成一個project 但是呢 學生他可能就是會印象會比較深刻 他學的就會比較多 然後呢 再來就是 請他們就是發揮創意創造 然後呢 而且還要跟我們的現在的環保有序接軌 我們可不可以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不要產生那麼多的廢料 或是哪一個步驟 我們可以把它簡化 不要耗能 好 那說真的 有機化學實驗真的很重要 真的 因為我們現在我們實驗室呢 很多實驗都是還要跨領域 跨到那個有機化學這一點 好 所以就跟各位先進 跟各位老師分享一下 就是說 這些學生他修過了有機化學實驗 他進來專題實驗室 他要開始自己動手做有機合成 或有機化學反應的實驗的時候 他會比較深色 或者是他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但是以我們的角度 我們會想說 那你以前有學過啊 你有一些背景了 你有一些基礎了 你應該很快的就上手 所以這是大家看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好 好 那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想說 好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一些 我們遇到以前的問題 比如說創造力啦 創造力不足啦 或者是學生感覺他做這個 做這個有機化學實驗呢 跟我的生活又沒有關係 他會覺得缺乏生活感 或者是呢 他沒有辦法把這一項project 把它帶入到他自己的個人的責任感 OK 好 然後呢 最重要就是 現在少子化 這就是我當初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少子化其實會讓很多班級 或很多實驗室的規模人數 把它變小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呢 我們會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利用模組化的教學 來提供小班教學的可能性 OK 好 那最理想的部分 最理想的目標就是 他可不可以做為一個 做一個就是專題研究的先優課程 這是我想要做的 OK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把它做一個模組化 那我們希望這個模組化呢 不是一個老師負責 而是呢 比如說系上有熱情 有熱情的老師呢 他可以一起參加 可能這個 這個系上可能有六位老師 那我們就負責每一個實驗 OK 然後呢 讓這些同學可以 比如說可以 比如說他這花個六週的時間 完成第一組模型的實驗 然後呢 接下來六週的時間 再花 再花這些時間 再去做第二組的模型實驗 然後呢 這樣的輪替 輪替的交換 那老師的負擔也比較少 好 那我們呢 我們也會讓 想要讓學生同學呢 就是去 去讀paper 因為呢 我們想要讓他知道說 你做的 你做的這一件事呢 不只是我們真的在做 其他全世界 其他的研究室 或其他的學校 他們也在做 讓他覺得說 我有跟世界借軌 而不是自己覺得說 我在這邊只是在敲木魚 時間到了 我就敲一敲 時間結束了我就走了 OK 好 然後呢 就是 我們呢 會想要做就是 化學機制原理的探討 讓他提升他的印象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彈性時間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你自己要安排時間 同學要自己安排時間 然後去參與這些project 參加這些模組的實驗 好 那給他們這些課程的機會 這些課程研究的機會 還有呢 給他犯錯的機會 不會說 我這一次合成失敗 或者是我做這個化學反應做失敗 沒有辦法完成 他就覺得說 他有計畫學學得不好 很多很多學生 很多同學 他們常常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 比如說合成產物啊 產率很低啊 他就覺得說 他沒有學好 有的時候呢 可能是某一個 某一個步驟 他沒有把他搞清楚 然後就產率低或失敗 就根本沒有合成出來 那我們給予他犯錯的機會 因為他是學生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我們鼓勵他們創新 然後呢 我們鼓勵團隊 共同解決問題 好 然後呢 這個是比較detail 就是說 那我們怎麼實行呢 比如說 在其他的科系 我們也可以 想辦法讓 這些同學加進來 加入 在我們的模組的實驗 那或者是其他科系的老師 他假如也有興趣 然後他的 他在研究某一個 某一個step 某一個部分呢 他需要有機 有機化學反應 或有機合成實驗呢 也可以讓學生加入進來 那 剛剛說了 就是每一個模組 大概花六週的時間 那 那個一年大概是 同學可以學的 學六個模組 好 那學生呢 可能就是四五個人一組 那那個安全性呢 安全性我們必須要考量 所以 每一個實驗室的老師 他就必須針對他自己的 這個有牽涉到有機化學的實驗 他就必須要先動腦筋 說哪些地方可能會有危險 需要學生去注意去避免 然後呢 讓同學去認識這個模組的目的 他的目標 我們原則上就是希望說 你今天到了一個實驗室 然後他是做材料的合成 那他可能需要有機化學的合成 那或者是呢 比如說像我們實驗室有在做產氫的實驗 我們必須要做化學反應 然後去推 去推我們現在產氫到底多少量 這也是要做有機化學實驗 好 那其他的呢 比如說污染、防治 OK 好 我知道時間 不好意思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我們就是給他高強度的訓練 讓同學可以做這些研究 好 然後呢 就是 因為呢 他 他在不同的實驗室 他可以接觸不同實驗室的風氣 所以他也不會像霧露叢林的小白兔一樣 比如說他覺得這個實驗室還不錯 然後呢 他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就進去 然後呢 你花了時間 老師花了時間 花了錢去培養他 結果呢 真正要給他一個project 之後呢 他就忽然退了 OK 所以 這個模組的實驗呢 也讓同學去不同的實驗室 就是去接受每個PI他的風格 每個實驗室他做的一些題目的方向 他這樣就比較有深刻的影響 他在選擇專題實驗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說 就找個藉口 我肚子痛 我不要來了 好 再來 新用課程這個就不講 時間的那個 好 好那我就講了一下這個前提 我做這個模組的研究的前提 就是說 我們想要做一個光面轉換 我們是要用分析的角度 去做光電轉換的這個研究 那我們知道我們要用到Poffering 那Poffering呢 說真的真的很貴 所以我們查了價錢 我們就跟學生講說 那假如你參與這個模組實驗 那你可以賺多少錢 那同學呢 他就會很興奮 因為他有個目標 他合成這麼多課 他就可以賺了一萬二的錢 就是等於說買藥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比如說國科會計畫的支出 那個藥品的錢 其實是有的時候都是要花 不能大量花費 所以用自己實驗室合成出來 是最省錢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 以這一個光明劑呢 TPPH或者是PSTP4那也呢 他們的合成的文獻最常見 所以我們可以讓同學去自己閱讀這些文獻 然後呢 因為他兩種 這兩種的chemical compound 他一個是清水一個是輸水 所以你必須要想辦法 想辦法說 比如說TPPH他是輸水的 所以你就要必須想辦法想說 他後續的研究 我們必須要在水性下的環境做 做實驗 因為呢 能減少用solvent去做反應 其實是對環境保護是比較好的 OK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個反應 好 那因為時間的那個 我稍微很快的講 就是本甲全家PERO 然後呢 我們用餅酸 然後呢 用空氣 因為這時候呢 我們就是我們實驗室的設備 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就是空氣這樣 然後呢 讓他再氧化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合成到清水 那個酥水的那個TPPH 那再來呢 我們在黃酸化 用讓學生去操作這個濃硫酸 濃硫酸呢 他可以當催化劑 在這邊可以當solvent 那在這個環類 在做防酸化處理 好 那我們讓同學呢 去讀這些paper 比如說 Aggler跟Lennarty 這兩個group 他們的研究的優缺點 讓他們做比較 這樣他們才能有sense 去知道說 他們接下來 是要取什麼樣的研究方法 所以呢 跟同學討論之後呢 我們取Aggler的方法 因為呢 他比較符合實驗室的現況 好 那再來呢 再來就是 第二步的workup的處理 我們也讓同學呢 去讀paper 就是兩個group 一個stuffing 一個是susu 那我們後來決定 是用這個susu的方法 去製造那個tspp 因為他是清水 他可以 可以呢 讓我們很快的 把他融在水裡 然後去做營用 然後呢 而且呢 而且呢 他又比較容易解肌 這樣同學在做分離的時候 他會比較快 好 然後問題來了 現在 我們選擇了 這個方法 但是呢 我們沒有古代 古代那種加 蒸氣加熱器 沒有 OK 好 現在我那時候 我也有去問 問廠商你們有沒有 他說沒有賣 好 所以呢 我們跟同學討論 跟同學討論之後呢 我們就去買個茶壺 這是我自費在蝦皮買的 自費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錢 沒有實驗室經費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買了茶壺 然後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一般泡茶的 這個濾桶 那我們用燒杯把它裝到濾桶 然後這裡裝水 然後呢 這個水不要超過這個濾芯的上方 我們要 因為我們在這邊要加熱 然後呢 讓它產生蒸氣 然後呢 去做 去做黃酸化塗 好 然後呢 我們還有挑戰到什麼 就是第二個挑戰 就是說 我們會製造大量的肺料 比如說 比如說 病酸 或者是硫酸 那我們讓同學知道說 你們做的研究 做的實驗 其實會製造很大量的污染 所以 請他們去想一想看 想一想看 我們可以怎麼做 好 那你去丟這個問題點 拋給同學 他們自己發回創意 所以呢 他們就是減少溶劑 然後呢 去做兩次反應之後 他們發現說 其實啊 還是可以做出產物 而且不影響產業 好 再來 再來剛剛有講說 另外一個TPPH 它是輸水的嘛 所以呢 我們就想 我們再丟 泡溫底給同學 我說 那想一想 那它不容易水啊 但是我們希望 它後續的應用 可以在水 水的環境當中 那要怎麼做 所以呢 那同學呢 就 我們就丟給他問題 然後也給他一個 一個小小的提示 說 你要不要想一下 你以前 普化 普化 或者是國中 國中學的 那種乳化 OK 介面火星劑 好 那同學呢 他就自己去找到界面火星劑 然後呢 我跟他講說 你在網路上 你知道界面火星劑 可以幫助乳化 好 那你要看喔 我們實驗室 有哪些界面火星劑 結果他們就找到SDS 再要求他們說 你們要知道SDS 可不可以生物分解 結果他們也去找 證實說 有溫腺制 他說 有一些細菌 他可以去分解SDS 所以我們就 繼續做這一個測試 那同學呢 就測試 去調控這個SDS的 concentration 那我們發現了 在這個concentration 他的TPPH的量 可以農得最大 好 那所以呢 同學呢 他就很有成就感 什麼成就感呢 第一個 他賺到錢 因為實驗室 就不用再去買 買藥品 Code Free 那麼貴 然後第二個 他超越了前人 為什麼他超越了前人 是因為他減少了用量 而且殘率又一樣 所以他就很有成就感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我有同學 有學生 他就是說 他本來對 有機化學實驗很害怕 然後呢 但是他做了這些是 做了這些實驗之後呢 他再應付課程會比較容易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化結構 或者是電子 教他們怎麼去傳遞 這些 他們都很容易的上手 那教學跟研究 就可以合作為一 在我們少子化 少子化的浪潮之下 我們必須要把同學呢 就是盡量的多方面發展 OK 好 那接下來就稍微提一下 就是方法建議 就是評估 評估 可以是這種問卷 或者是回答問題的方法 好 好 那這個模組的研究 就是我們現在在寫計畫 想要跟那個教育部申請補助 那假如那個教育部的補助下來 然後我們再跟燈鄉大學 我們再去跟我們系主任商量一下 我們這個模組的實驗 把它納入這些課程 那是不是可行 那假如說這些東西都到位了 之後完成了六個模組的實驗 我們會再去準備一篇Paper 投到那個ACS的Jurnal of Health Chemical Education 去做我們之前上一篇的一個 後續的衍生 好 謝謝國科今年的科技部經費的支持 然後還有甘江大學 跟我實驗室的學生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我負責工作就是有機化學實驗 這是最主要的 後來有支援普通化學實驗 一份實驗是兼差性質 就是在107學年的時候 那時候人事有異動 那就去支援了一次 儀器分析實驗 那也要非常感謝樓延企老師 來給我們指導 才能夠讓課堂課順利的完成 對 那剛剛講的ILEAN 它其實就是學校建置一個系統 那在用這套系統之前 其實我用的叫做Ruby 這樣一個網站 那它就是一個課程管理 大概講的話應該是課程管理 那我在用的時候呢 發現這邊有很多學校 它有用到這樣的系統 好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 老師是這邊學校的 那應該會有相關的 相關的 對那用了大概一年之後呢 它就寄了一封信給我 好 他說你的帳號已經到齊了 好 那 就是要我繼續使用的 好像要跟他做什麼事情 他就帳號已經到齊了 好 那我就想說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管理系統 課程管理系統 那我就寫了一封E-mail給我們學校 那時候就是教務處 那時候叫教學資源中心 這樣好像有改名的 叫教學發展中心 好 那我就寫了一封E-mail 就是去那邊 就跟他說 我發現有這樣的系統 那學校呢 可不可以參考看看 或跟他們一起合作 也評估考慮看看 好 那時候教務處的主任 教職中心的主任江老師 他是哲學系的老師 他就親自給我回了一封信 說我們現在學校呢 有E-mail這樣的系統呢 那只是呢 剛開始在建構 那很多功能呢 還沒有很完整 那他們會參考 提供的那個App 讓他們呢 可以去讓這個整個更完整 那其實呢 剛剛講的不管是入園 或是我們講E-mail 他中文名稱叫愛學網 那他呢 就是一個教學 教學的平台 那他有App 是用Tone class 那學生的話呢 他可以用手機 他隨時都可以 上這樣的系統來學習 那除了這兩個之外 那其實很多學校 其實也都有 像我女兒他在高中教授 問他說那你們用什麼 他說用Google class 這邊有 然後呢 很多學校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東海其實也有目睹 其實也有目睹 那都是教學平台 那教學平台 他到底是要做什麼呢 把他稍微 來介紹一下 那這個呢 東海有東東妞對不對 他是那個 東海的AI 那有 老師說東海有AI 沒錯東海自己的AI 那先問他 那教學平台有哪些優點缺點 他說他列給我的 那隨時隨地的學習 學生呢可能在等公車時間 他可能有五分鐘 他可以上 就透過這樣的平台呢 就可以看到 俊豪老師的那個 的實驗影片 那或者是呢 他可以做實驗前作業 他可以用一些零碎的時間 隨時手機拿出來 因為現在學生有手機 這很正常的 隨時拿出來可以隨時的學習 然後這邊 因為我的時間只有15分鐘 化學系沒關係 化學系 化學就是什麼 變化的科學嘛 有變化 我們就讓他 一定的更好就好了 好 那這邊有一個成本效應就是 用了 這個系統之後 幾乎就是五指化 我們辦公室 我們住家辦公室的 判文匠大概 三年到五年沒有換過 因為很少在運動期的 全部都放在這個系統上面 等一下我們會來修那個網站 好 那紀錄評估 有時候學生做完回去 他忘記他做了什麼東西 那這邊呢 他都可以把完整的紀錄下來 現在如果有五年前的學生來找我 我可以給大家看 他當初做了什麼事情 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他就可以把它列出來給他看 那當然也有缺點了 那我們前幾年疫情 這些缺點幾乎都有 因為他無法實際的操作嘛 互動性不足 那現在呢 那學生回來到實驗室了 那很多缺點其實都可以刪掉了 那真正呢 缺點 大概是 技術要不斷的更新 每學期 他排除假時間 都是 變算中心 現在已經改名了 叫圖知處 那邊的同仁 他們會做更新 他一更新 我們就很擔心 因為很多 用習慣了 他可能呢 為了讓他更好 更多功能 那很多東西你就不習慣 不習慣 好 那再來就是一些設備軟體的一些成本 還有網路速度 這三個呢 是真正的缺點 那其他呢 因為我們實際是面對面 跟學生在一起的 所以很多都可以跨掉了 好 那Iron呢 他可以協助化學實驗 做哪些事情 因為學生有不同的能力 他也有不同的動機跟興趣差異 那他是個課程管理 你就可以把這些不同的呢 把它歸納在一起 尤其現在很多的特殊生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一般裡面 在學習初呢 那個支援教師就會 打電話到系班 告訴你哪幾個學生是特殊生 他可能會有一些身心的一些問題 他可能會有躁鬱症 會有憂鬱症 他會先讓你知道 那他在這系統裡面 其實他可以 你可以給他更好一個輔助 更幫忙 好 那再來就是課程 有效的時間管理 有時候學生 實驗 他就是拖很長的時間 那用這樣系統 可以規範到一個時間裡面 讓他去完成 再來 用到系統 我會讓評分 全部透明化 學生從進來 就知道他最後結束的時候 他要做哪些事情 做了哪些事情 會有哪些成績 他隨時可以看到他的手機 現在成績是幾分呢 他可能在期中考之前 我總分 期中考之前是55分 他可以看到 如果低於33分 就會被預警 他就知道了 有這樣的事情 再來就是剛剛講的 學生做了哪些事情 可以把他成果留存在上面 做一個紀錄 其他的點名分組 或是這樣的系統 就可以這樣 更容易 來做到 那我來看一下 他有一段影片 錄的影片 可以看一下 大概一分鐘而已 看了之後 大概知道說 他可以做哪些事情 多點 conteú 這麼就算 各位同學們好 我們現在先來聽聽聽聽聽聽 各位同學好 我們現在先來聽聽聽看 大家現在先來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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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答案 以下就是我們這組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同學的報告 接下來請大家評分 看來我們的 team 已經出補了 這是我們的第三級同學 這是一個課堂即時來做互動的一個作業系統 教學平台 我們直接來看他的網頁 登入就是東海的機器人 現在的話很多問題都可以直接問他 也是很方便,不比較問對問題 有時候他給你的答案會蠻荒謬的 那可以給他一個適當的問題 他給你很好的一個回答 那這進來之後呢 這個已經登錄了 看一下我的課程 我的課程裡面幾乎這學起 1.12學起的 可以看到成果了 可以看到成果了 那1.13的 其實這邊有些其實一進來他是空的 你要去自己去建構他 那等一下可以看到已經結束了 他的成果的就是 可以這樣看到他的一個結果 那我看從這邊 好那這是1.12學起 就是可以看到成果的這個版本 就是去年有金化學系的 那這邊的話呢 他可以課堂模式 如果要點名的話呢 很簡單的就開一下網頁 然後開個點名 那這邊有兩個方式 一個QR Code 我點QR Code好了 可以設定好 假設給10分鐘的時間 那時間可以自己調 那就把QR Code放大 學生就拿出手機 可以掃描 掃到就是點名就到了 所以點名就不用花很長的時間 去做點名的動作 好那紀錄呢就會在後台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隨時就可以看得到 好那你說我要分組呢 那一樣喔在課堂模式這邊 那這邊也有黑板 你可以隨時在這邊寫字 那分組的話是在互動這裡 分組 好這裡 那你就可以給他 很快的喔 加入 例如說你要給他二次 二次組 或一人一組 好這裡分組 自組加入 選個自組加入啊 好一樣他跳出一個QR Code出來 好他們掃描 好馬上呢分組會在一分鐘的時間 好就讓他完成 好 所以他是一個很快速的 好可以完成的 好那除此之外呢 我會按照日期 好去做他的章節 好 例如說這是今年的二月二十號 好這一天呢他可以做這些事情 好編主啊個人規定安全講習 跟測驗這邊 好我把內容呢就放在這裡 我上課頭文件 好安全規則 規定事項 然後剛剛朱曉通老師他的平面圖啊 好那些都可以放在這裡 好 好 好那你想要讓他做安全 誰是安全 你講完之後呢 要來個小小的測驗 好那就可以讓他來做個測驗 好點進去呢 好就可以看到 好看一下好了 好那期中期末考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好那這邊呢他就 可以有一些基本資訊 學生的答題結果 好那我們有規定喔 沒有八十分的人 好不能進來實驗室喔 下禮拜要重考對不對 所以他回去要再看一下安全事項 好那幾乎這邊好都可以 都有八十分以上好 那下禮拜都可以來 好那第二週呢就是二月二十七 就開始進入實驗了 好那實驗的話呢我會給他參考影片 所以呢最好的是影片就會在上面 好然後我們給他教材 教材 好那也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有幾個實驗我就全部給他 所有的影片跟教材 他一次呢就可以看到先預期 好那這一天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來這邊教材 那其實呢在做實驗的過程呢 教材其實我也是隨時在更新 我覺得欸明年我可能這樣會比較好 好那可以透過這樣即時 可以去做更新 好那時間前作業 以前我們要寫預報對不對 好那學生覺得還好 可是他都會在什麼時間 老師上課的時間寫預報 所以對老師就跟我們反映說 不要讓學生去在上課的時間寫預報 所以我們就是用時間前測驗的方式去改進他 好然後呢在課堂中呢 我會請他上傳影片或結果的照片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兩年前我好像有去成大的時候 有分享過這個器材 這個是做指畫反應的 欸這是什麼 他弄錯了 好他交結果 好他可能交數據過來 我看一下 影片 我是希望看到他的 好這裡 好他做實驗的過程喔 他拍成簡短的影片 可能差不多20秒 好像20秒之內喔 太太多的話請他縮時攝影 好他就可以把結果上傳 好那這個呢是指畫反應 好那上次有分享過這個分水器 就第一次大裝置 我們把它改良過 因為一個第一次大裝置要多少 1000多塊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把它改成 欸200塊以內可以用的裝置 好那做實驗的時候呢 他把水就分在那個凹槽那邊 然後就把它分開來 好那讓學生呢 跟測水的那個體積 好然後再跟他的產率 然後做個比較 好那這個呢 他其實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就是把水把它分開來 那個指畫反應會有水產生 那可以增加他的產率 那做出來的味道呢 也會比較好 好那這個 學生水死 這個是去年 那五年前其實也有 有學生如果上我課的話 他也會有紀錄 影片照片都可以上傳 好那報告也是透過這樣的系統 好去寫 好 好 好那很快的 那時間其實已經到了 好來那我們來 很快做個結論 好結論 好那成績的部分 好等一下 好那成績我剛剛講的 百分之百都會設定在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學生呢 隨時都可以看得到 他的成績到哪邊了 好那來看一下成績 那這個就是他整個學期的成績 每個項目 他可能一分兩分 這樣去累積 累積到最後 可以得到 好所以分組點名啊 這些功能 他其實可以很容易的 好那我給學生定目標 他應該達到怎樣 會有加分會有獎勵 那我們就跳過去好 好 最後這個總結 課程管理 他可以做怎樣 作業與評量 好考試與測驗 數據分析 他可以透過作業的方式 把他做實驗的數據上傳給我 那我馬上呢 就把複製貼到 以Sale上面去 他就可以看到 這次做出來成果如何 好然後做一個資源共享 好 好剛剛講的 化學是變化的科學 那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好那等一下 我們更精彩參觀實驗室 好我們把時間交還給俊豪老師 好我們把時間交還給俊豪老師